我在外面我还没办法睡觉 我还大哭 对因为你就是变成无家可归 林妈妈跟女儿原本开心 家中要重新装修 没想到却跟施工团队发生消费纠纷 我们整个客厅都是要包给他们去做 原先家中的地板中导玻璃窗 以及盒室都要整修 跟连锁修商品牌的专案管理师 洽坦之后付了十万多工程费 没想到施工当天工人迟到 还不清楚施工内容 双方起争执 最后工人不做了 那管理师也讲啊 他跟管理师讲他不做了 他有确实讲说他不做了 林妈妈气炸了 为了家中装修 原本占住饭店只需要四天 结果因为临时要重找包商 多花了十四天 无奈求助消极会调解 连锁修商品牌认错道歉 答应工程费全额退款再赔一千元 但林妈妈住宿多花将近三万八 要求赔偿却举证不足 协商不成立 对此收拾品牌回应 当天工班找车位迟到二十分钟 客人却拒绝让他进屋 强调绝非罢工 反指对方求偿工程款五倍金额 针对被投诉为签订定型化契约 表示无奈 消保官说有纠纷工程款可以要求全额退款 但如果要额外求偿必须要举证损害 才能依法得到解决方案 TVBS新闻杨清波林立台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